你會處理很久 我就是把他蒸了 很好吃啊 雞中均的油也厲害 頂級山珍的香氣 紅通通 嚇死我了 怎麼可以好吃成這樣 太好吃了吧 好像紅筍米糕還是很厲害 好 我們做了幾個類似像小白練功 教大家怎麼樣來處理食材 好 那今天已經算是大白了 對 因為要處理紅穴 你會處理紅穴嗎 我就是把它蒸了 對 那你會殺它嗎 不會 就是把它把它綁起來 洗乾淨 放在蒸籠裡 趕緊把蓋子蓋上 你可以看它這邊 這邊是母的 然後它這個上面會有一個角落的地方 心臟就在剛好這個山椎 椎角的地方 就把它對著這個椎角 然後把它打進去 然後稍微前後動一動 它就死掉了 這樣它也比較痛快一些 不會那麼殘 對 就直接把它的心臟很痛快 它就直接就走了 稍微放一下 確定它 不然有時候你剪開它 它突然就活回來 沒有吃到心臟 對 好 那這也是一樣 我們今天做的是這個 紅穴香和糯 好 它應該可以說是在台灣 非常有名的一道菜 叫紅穴米糕 紅穴米糕 對 它是用香 它是用香和糯和糯米做的是嗎 它是用糯米做的 對 那但是我們現在人在這邊 我們有香和糯 我們就用香和糯 好 它是斷位去 它會 斷腿求生嗎 如果說你先把這個螃蟹拿去蒸 一下太快 它在刺激的時候 會把自己的腿弄斷 這個也不要浪費 我們還會留著繼續用 台灣的紅穴米糕 它有那個五花肉 我用這個 從很喜歡的食物 很足 對 也不要切太小 不然沒有口感 那如果說是在閩南地區 你在請客的時候 喜宴的時候 很常會看到這道菜 紅穴嗎 紅穴 紅穴米糕 對 它是會把糯米熬到什麼程度嗎 還是 沒有 它最主要就像 有點像我們做的油飯 那為什麼它叫米糕 米糕 油飯的差異是在哪邊呢 就是油飯會稍微粒粒分明 米糕會黏在一起 對 那個我們會用這個 蒸籠把它放在裡面 米糕放在裡面 上面會放到紅穴 然後下去蒸 出來的時候 喜宴的時候 你上桌的時候 那就很有面子 對不對 那無奈就是我們今天這個 比較小 蒸籠比較小 你要一般的話差不多這麼大一個 它會放幾隻螃蟹呢 要看大小 我們今天的差不多 可以放到兩隻 好 對 那也是我從小只要看到紅穴米糕 就會非常開心 那它是做什麼樣的醬汁呢 沒有 沒有醬汁 沒有醬汁 它直接就是米糕上面 它已經有味道了 所以它的味道就會從這邊堆疊出來 那以紅穴米糕來說的話 螃蟹來說 最多的是什麼 最多我們會放薑的味道會比較重 酒味會比較重 因為螃蟹姓涼 還姓涼 它不是姓龐嗎 不是 它就是它容易吃到潮心 所以要放一些薑 對 所以需要一點薑啊 喝點這個 對 喝點酒啊 黃酒啊 對 前一次我還有吃過一個比較誇張的 是什麼 羊排米糕 對 但都很好吃 真的 對 其實蒸的這種米也好 蒸的糯米也好 其實很怕它沒有 就只有米香沒有別的香氣 那我們去怎麼去 不會 不會 你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這邊會放 放酒的同時 我們今天還不一樣 我們多了一個什麼 雞中菌 雞中菌 對 這個嗎 對 雞中菌 對你來說你陌生嗎 之前去雲南吃火鍋 有吃到過這個 這新鮮的嘛 但你把它種成雞中菌的油 你有吃過嗎 這沒有吃到過 我們之前節目有吃過 我有吃過 我們之前節目是不是有錄過 沒有 我是因為我在雲南有一個朋友 他上次在兩年前 他做了雞中菌寄來給我 嚇死我了 怎麼可以好吃成這樣 那因為雞中菌在雲南 幾乎是家家夫婦都非常喜歡吃的一種菌種 那無奈他沒有辦法長時間的保存 所以他們就會把它做成雞中菌油 那這個可以拌它的米線啊 或拌它的東西就很好吃啊 然後雞中菌很貴 我那時候還記得 我那個朋友給我的時候 我就拿著這樣慢慢的帶回台灣 放在我以前舊的工作的時候 沒有 我三年前了 對啊 那有一個好消息 它今年已經過來了 現在目前在電視台 大概這兩天才會寄給我 但更好的消息是我們有賣的 對 對不對 那我們就用這個油雞中的 剛剛妳說的香味 我會把它跟香油 然後跟蝦米這些做一個結合 那既然我們有那麼好的 油雞中 油雞中 我們就拿油雞中的油 放進來 然後來香那個芝麻油 因為米糕是需要很多油脂 對 香菇放進來 然後我們的花菇 天白花菇放進來 這個油來煸我們的天白花菇 這好適合喔 對 兩種很名貴的菇子 嗯 然後這個是黑木桂葉進來 然後姜泥 很快我就聞到香味了 很香喔 香就是那種深山老林在 在吹飯 深山什麼 深山老林的那種香氣 深山老林的 對啊 師主您客氣了啊 香喔 香喔 嗯 那這個大門對我來說 它的香味很重要 然後鼓竹放進來 天白花菇水 對蝦米水 然後來一點醬油 想著如果在家裡 用這麼好的食材 去烹飪的話 真的是可以拿去驗客 本來這道菜是拿到驗客用的啊 好來 香菇水 台灣的這種洗驗 它會用這樣的 它會用油激粽嗎 沒有啦 沒有啦 台灣沒有油激粽啊 怎麼會 但是花菇會有啦 或者香菇會有 好香喔 喔 好香好香 米酒 鹽巴 油飯 那蒸熟過的嗎 對 它差不多沒有到 全部熟透 它還是有一點硬 它還是總分左右 對 因為我們現在要把 讓它吸取這些雞中菌的這個湯汁 跟我們剛剛 花時間所餵出來的湯 好香喔 好香 頂級山蒸的香氣 好 你可以明顯看到 所有的都已經 被 都已經 香和諾七滿滿 對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過來 這個比較好 香也把它放過來 嗯 嗯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把 這個 紅蟳把它 解 處理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 把它放上去蒸 緊張的 手扶著 它不會動了啦 那 它 清洗的時候呢 首先 我們從這個地方 嗯 這個把它拿掉 然後從這個地方 你可以把它剖開來 呦 好硬啊 這邊切開來 重點是哪邊呢 現在這個 裡面的膏不要丟掉 那我們現在刷的時候 刷這個 邊緣這邊 有一些小泥巴 和小沙子 對 最主要是要清這些東西 然後這邊 先把 這邊是 是它的肺葉 這邊是不能吃的 裡面也有沙子 對 把它剪掉 頭這個地方 剪掉 就是把它嘴巴 嘴剪掉是嗎 那剪開之後 你會看到 它裡面的肺葉下面 還是有一些髒髒的 對 然後就一樣 用小刷子 把它刷乾淨 這邊 然後再來就是背的部分 這邊 腳跟腳的縫隙 我現在把它切開 吃的話 方便的話 切起來你要怎麼做 蓋一塊布 輕輕地拍一下 它就 有沒有 就裂開了 喔 它這樣也比較好釋放味道 吃的時候比較好 方便吃 對 在台灣喜宴上的 紅蟳 米糕 它都是這樣子先 把它分開了 對嗎 就是蟹腿什麼 而不是一整隻 洗乾淨放進去 對不對 分開分開 對 因為我在想說 一份裡面 如果只放四個的話 那就只有四個人可以吃到 沒有沒有沒有 它都會先把它 分好對不對 然後再把它拼成一個螃蟹的原型 對 米酒進來 這幹嘛呢 聚一下腥味 對 然後就可以把螃蟹 有吸到時候把它放上來 就是腳的部分 這邊 另外腳的部分 那這個是蟹斗放上來 好 這個先放旁邊 我們來處理第二支 第二支 對 這個的話如果是尖的 公的 表示是哪 公的 這如果是圓的 表示是母的 半尖半圓 就是處女巡 如果你用手扳不開 你就可以用刀子進去 裡面來洗 好 一樣這邊劃過來 這個比較有蛋 就黃很滿 這個比較有蛋 那一樣 這個旁邊刷就刷 其實我覺得那個 我們現在鋪在這個 粽籠裡底下的這些 已經就直接吃都已經夠好吃了 再蒸了這個 紅蟹進去 不知道又會增添什麼樣的風味 差多了 真的 因為待會兒蒸的時候 紅蟹我剛剛是不是放了酒 對 然後它蒸的時候 它的酒香跟紅蟹的汁 就會滴到下面去 下面就會吸收 對 我記得那時候在溫哥的話 因為它的季節到的時候 就會大家會吃螃蟹 那那個螃蟹有一種叫做黃金 黃金肉蟹 它非常非常好吃 它是比較 肉很多 肉很多 然後它會怎麼樣 它就是肉多到 而且它皮薄 所以你只要這樣一扳 它就開了 不用用嘴巴 這個怎麼 像這個 這個就很好吃 你可以把它撒上來 洗掉它 它這個腿在動 什麼 這個腿在動 對啊 它還活的 像這個 一般紅蟳會很多 紅蟳這個蛋會很多 軟多高多 大家就會很喜歡 所以還是挑食材 也是很重要 這一道大財 是進階小白來練功 螃蟹就是這樣 如果你可以做得很好的話 你也會過癮 好 一樣這個 放過來 好 保鮮膜 好 那我今天 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 處理螃蟹 這一個已經超過 很常在錄影 跟大家示範的預算 這樣要蒸多久呢 大概20到30分鐘 對 因為 如果沒有把它封起來的話 它水分跑進去 那個 它會太濕 好 好 蓋子蓋起來 要大概蒸20到30分鐘 好 好不好 我們20分鐘回來 好 現在已經差不多了 20分鐘了 喔 紅通通 好 現在已經差不多了 現在已經差不多了 20分鐘了 好 現在已經差不多了 20分鐘了 喔 好香喔 好香喔 好香啊 然後就可以放一點 香菜進來 待會吃的時候方便 好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做的這個 集中紅蟳香和糯 待會試試看 我就感覺會掉淚 好香喔 這個都已經剛炒金針到它都好了 哇 他那個黃有留一些到這個 泡河糯上 對 嗯 對 那你可以這個 好香喔 這給你這個藥 向後 哈哈 女娃有處理過了 我说我第一次吃蟹嫩这么方便 真的吗 嗯 清甜的 哦 我跟红酥米糕还是 很厉害 鸡中菌的油也厉害 那个香味 如何 这太好吃了吧 很好吃哦 那个姜味是不是恰到好处 甜的这个饭 这块最好 这个吗 虾黄这个地方 蟹黄 你看哦 这样子咬着对不对 轻轻咬着 你看 它汁就喷出来 吸它有没有 如何 不想说话 这个在台湾的那个喜宴上 应该会是很抢手的菜吧 嗯 就主要它生出来又红彤彤的 它在婚宴上面就很棒 所以闽南人在吃红菌米糕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喜宴的时候在吃 对 那我们今天也是 我们今天也是 今天是因为今天我们又 就是小白又升级了 把这道菜学会了之后 可以这么做啊 小白又升级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是怎么样处理螃蟹 那其实难度并不高 最主要是你就怕螃蟹 你稍微忍一忍 但如果喜欢吃螃蟹 做给你心爱的人 做给你朋友吃的 就非常棒 尤其这样的红菌米糕 不难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嗯 牛肉味道的泡面 我们把它做成奶油牛肉拌面 做成西式的味道 你尝试泡面吗 因为我觉得用师傅 平时教的那些方式 去做出来的面条 会不输泡面的味道 但我尝试泡面 真的吗 不要 把它点水进来 这样的肉会比较软 对 过油 油要非常低 然后差不多这边三五分手就对 然后这边菠菜进来煮 然后蚝油 然后肉进来 差不多了 复理泡面 加量版 这也不要浪费 加一点水进来 煎奶油 你拿汤子试试看 是不是 真的是 西式的牛肉味道的意大利面 好 我们今天来泡面做一些变化 我们把这个坊间在卖的牛肉味道的泡面 我们把它做成 奶油牛肉拌面 做成西式的味道 有一点西式又有一点点中式的感觉 我们先腌肉 既然都讲牛肉的话 我们手楼上可以拿到牛肉 就弄一点牛肉来吃 因为一般外面卖的泡面 变装里面的 不会有那么多牛肉 只有弄了 这么一点点牛肉干 对啊 你尝试泡面嘛 我现在的泡面一般都是吃火锅的时候下 因为现在火锅店都会有泡面啊 台湾还不是啊 王子面 对啦 可是你不会自己在家里面 所以你每次吃泡面就只有火锅 你不会说在家里面要吃东西的时候 就弄点泡面来吃 不会 我一般可能就下别的面 挂面 鸡蛋面 或者蕎麦面 或者意面 什么面都行 他们不会想到 在那边下泡面来吃 你不会就煮个泡面很简单啊 然后弄个泡面 煮个什么东西来吃 不会 因为我觉得用师傅平时教的那些方式 去做出来的面条 会不输泡面的味道 怎么办 以前我很爱吃泡面的 但我常吃泡面 真的吗 对啊 对啊 我常吃泡面 真的啊 但我觉得煮的方法最很重要 我一般最想吃泡面的时候 就是在火车上 火车上 就那个车巷里 有一个人突然开始去泡泡面的时候 我就 我好希望自己也可以吃 我跟你说 在火车上 在飞机上吃泡面 成为公敌是吗 我没跟你讲过嘛 在那个外景的时候 好像我忘记是去哪个国家 然后有点远 那我因为我自己带了泡面 那不然就用个泡面来吃 我就跟那个空姐讲说 可以帮我泡个泡面吗 然后呢 然后那客人说 因为他认识我了 他就说这样子 你不要开玩笑 我说什么 他现在煮了泡面之后 我们整台飞机人会崩溃 我说可是不能煮 他说不行 不行 不能煮 这样 所以说泡面是不行 尤其你说一样在火车上面 我也真心认为你不要闹 火车上都可以买泡面吃 真的哦 自己泡 自己泡 那就还好 那就还好 但是泡面真的很有号召力 而且泡面就是很奇怪 怎么说呢 对啊 它就是一个 它可以从小吃到大 就 小的时候你可能吃那种 小孩的那种小浣熊 那种干脆面或干嘛的 冷 但是 有没有水 它都好吃的 喜欢吃这个牌子 它就会很支持 从小我跟我姐姐 两个人就是完全不同 原汁牛肉面 是我非常喜欢吃的 我姐姐喜欢吃的是肉燥面 所以我们家永远都会有这两项 因为我父母亲都在上班嘛 就没有想要去喝姐的意思 肚子饿的时候 白天的时候他们不在 肚子饿的时候你想吃东西 他就带你自己煮泡面 你们都是自己煮泡面 不是自己把泡面泡水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是用煮 那你们这个泡面其实 比较像是 而且煮的时候还有讲究 什么讲究 泡面放进去对不对 它是水滚的 滚了之后呢 你把泡面放进去 它一直煮 早期我比较不知道的时候 我会把调味包放到里面去煮 但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是 比如说味精那些 基本上听说加热过度不好 所以我就不太加热 面放进去煮的时候呢 开始那个面 本来是一整块嘛 对不对 开始你用筷子夹出来 开始会有一点松了 就可以捞起来了 就把一个蛋打进去 蛋打进去 一旦蛋白质进去 它是不是开始冒泡泡 快要冒出来的时候 关掉 好 这就是我的泡面 你听不懂 还是你的表情是 听得懂 对 听得懂 但是你这个 把蛋放进去的那个 节奏好像和我们旺盛 那你是 一般都煎一个蛋 铺在上面 没有没有没有 就直接泡面加在上面 就直接 不会这么吃 台湾都这样子啊 真的 对啊 以前大家会去讲泡面不好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只吃泡面 不吃别的蔬菜 那是什么 以前的面是油炸面 现在呢 现在的面是非油炸 有的时候是 有时候它是用烘的 它是熟面 所以它可以用泡的就好了 但一般来说 红烧牛肉面是普遍 接受度最高的 就国民喜爱度第一名 光是牛肉面就有很多种了吧 对 但是 你现在用的这个 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那个面 这么巧 我不用翻 我都知道是什么牌子 哈哈哈哈 打点水进来 这样的肉会比较软 对 应该这样讲 除了我家的鲜奶油之外 它其实它的做法是很港式的做法 对 港式是说公仔面 对不对 我觉得香港人吃公仔面 就是泡面也是有他自己独到的地方 你又说在台湾 你要是去餐厅给我来一碗泡面 没有人会卖 他一般都搭配啊 搭配火锅卖 对啦 可是香港不是 香港还有榨菜肉丝公仔面啊 我现在煮泡面跟以前煮泡面不一样 那有什么不一样 我现在煮泡面会怎么样呢 第一 我的粉 我一定不加在里面去煮 调味粉 我一定放在碗里面 调味包 然后我水会放多一点 水滚的时候要放煮泡面之前 我会先把里面的水滑过来这边 你就会确定你的汤 是不是你要的咸度 不然你有时候这个泡面加上去 太咸或太淡的麻烦 对不对 所以我把它放在这边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煮面 煮到什么 煮到它散开之后差不多 9分吗 8 9分 大概6 7分熟 这么快 我就把它拿起来放过来 因为你在这么热的时候 你还没有办法马上吃 你知道 那等到你放过来的时候 你要稍微让它降温的时候 刚好就熟 吃起来那面就有弹性 对 我发现师傅在吃面这件事情上 非常有数学头脑 中分夺秒 这边呢我们来 我们先过油 油温要高对吧 油温要低 油温要非常低 因为你是想让它泡熟对吗 对 就是炸它 保持它的嫩度 然后差不多这边三五分手就可以了 这一会我们还会进热热的面汤 对吧 对 然后这边就要煮面 然后再加泡面 师傅在家煮泡面也是这样子吧 我在家煮泡面 我比较常炒泡面或者是煮泡面 对 像今天这样子的话 我其实比较少 你说过油这个步骤还是说什么 就这么做 我不会那么复杂啦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得到的指令 是说要把泡面你知道高提化 所以我就把它做得稍微复杂一点 然后洋葱进来 然后这边菠菜进来煮 然后蚝油 记住蚝油要放在汤匙再放进来 为什么 不然这样倒很容易倒水蒸汽在里面 就会放 哦 我们节目之前也做很多泡面的料理 嗯 泡面大板烧 XO这样炒泡面啊都有啊 泡面你也可以把它当一般的面再用 对 我们节目之前也做很多泡面的料理 好把头去掉 好把头去掉 然后肉进来 留一点酱油 这个时候牛肉你要炒到几分熟呢 差不多了 什么叫差不多了 好啦 现在要炒到全熟的状态是几分 现在差不多八九分 因为我们现在还要在尽数要处理泡面 好这就是你最爱的是不是 好 留下来煮 这加量版 这也不要浪费 香浓调味包 蜜汁肉酱包 这你要买 要啊 当然 好 加一点水进来 这算是味道 还是算是 让它化还是炒 它很特别在哪边 这是其实它可以用什么 有时候我名师方面 没有要放那么多的 呃酱 对 但是你如果把这个酱 拿起来 放鲜奶油 来煮意大利面 它就是你知道 牛肉味道的意大利面 有你这么说过吗 有 而且很特别 我差点忘了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西式版本 你要放 对啊 要放奶油 来 直接放奶油 给我汤匙 你要试一下咸匙 对 哦 它现在就试了 你拿汤匙试试看 蛤 是不是 真的是 西式的牛肉味道 在哪里面 而且它还有一种牛肉干的那个 香味在里面 然后这边开火把它拌一拌 来 碗给我 实际上煮一煮就很好吃了 好吃 累 可比较小看这一碗 好 这样就可以了 稍微复杂一点这个 你试试看 你不会后悔 啊 要是每一碗泡面都可以是这种样子滑 交费这狂喜 你可以 你可以试试看 谢谢师傅 嗯 如何 好吃耶 其实 跟平时吃的泡面不太一样 嗯 就是吃的泡面蛮有汤嘛 对啊 可是它这个吃起来就好像和我平时上的红烧牛肉面的味道是截然不同的 因为它今天只要加了鲜奶油的元素进来的时候 它的奶香味出来就很棒 你如果没有鲜奶油去用牛奶也可以 但因为牛奶味道比较没那么重 举例子好 如果说我今天煮一个泡面 我但是用一整包下去 但我如果今天我是炒泡面 我只要用半包下去就够了 那所以我会累积 比如说我今天炒两份 我就有一包留下来 对不对 那一包留下来 下次煮一大一面的时候煮什么 就给大家试试看 而且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跟平时吃的红烧牛肉面 因为平时吃的红烧牛肉面 它的那个酱油味比较重 但是这个酱油味就比较 没有那么浓重 淡掉 吃起来对对 吃起来比较 奶香奶香 那是一碗 好吃的 好吃的 然后你看我们煮的时间 我刚从里面捞出来的时候 差不多是六到七分熟 现在 煮装在上 泡面的弹性是不是都还在 对而且牛肉好温 就是 温度要低下去滑油 大家试试看 因为泡面 它有各种不同的变化